文化部在季空一一年 叫文化祖三保存法 把土水塞膚 三千龍 二千海塞膚 還有専念的塞膚 七冰湖 定力做重要文化祖三技術保存者 今天文化部要辦法證實基盤 展覽 要讓大家了解 這些人間國報的記憶 現場演唱南館確定的就是 我們的人間國報李千海 他如果唱南館 在在傳統建築的領域 做土水的技術就是一定的 經過他的手錄做出來 直接刷掉涼到順又油膩 他說這樣萬一事情順順利利 處在水 李千海 他就四一年竭金門出席 今年八十幾歲 做土水六十五年堅持勾法 他先為貨貨多多勾責 也跟他的工夫團合一致 李千海 向文化部定力做 重要文化祖三土水技術 收拾保存者 在一月就是由文化部長 儘先辦發人家政策 同一日要有兩位修辦政策的 人間國報分別是土水技術 收拾保存者 所清涼和専念技術的保存者 是免許 素人感覺危險的是 這兩位保存者 在今年過程 沒辦法親身參與聖會 改由他們的教授 正代表接受政策 他這點也對我說 做得沒關係 一步一步做得好 做得好我們就不可以 慢慢地去看 原來這句話是我們高一段的經費 也是所謂的慢工出熄火 這句話也一直 牢牢的記在我的心中 蘇星良和許明和師父 雖然離我們而去 其精神與將心 依然照料著後者的暴力 他們的精神 也將透過他們的後繼者 他們的作品 以及所有真是這些傳統 將益的人們 活在大家的心目當中 文化祖先的研究 保存和團成 是和時間照相著的文化工程 部長數據表示 這些都是文化部 非常重要的視頻 為了要讓民眾有機會 欣賞到這三位 人間國部的工夫 到每年二月一間為止 在台中文化祖先 幸福有辦得點 記者如相助 鄭俊悠 台北報道 保存過 木工程